与他相对的是 玉姬子却气得蹊跷生厌 从连夜上站了起来 立刻就要做法 将他们这些骂自己的人全部杀了 耳边却突然听见影媚大鹤里声 主手 吓得他立刻也不敢动了 这一幕小马看在眼里 虽然被刚风吹得浑身难受 还是开心的不行 双手拢在嘴边 冲得喊道 你个老不死的变态 你想让别人当狗 其实你才最是狗 你比所有人都狗 玉姬子气得差点差了起 随即恶狠狠地 看着那些泡沫里的生灵一眼 大声地吼道 好啊 你们有骨气 那就一起去死吧 法阵的缺口合上了 四个盘古僧停止的做法 其中一个带着愤怒质问英媚 我等都是佛门弟子 助你擒敌 本是为了超度而来 怎又可疾外生枝呢 中下这般事端 毕竟那是几百条性命 本该搭救 如今却要看着他们死吗 叶少阳听到这话 忍不住问那盘古僧 鸡尾 就凭你们这番话 将来我横扫 玄圆山之事 一定不杀你们的盘古僧 至少不杀你们几个 坤鹏大笑道 真是大言不惭啊 人间那小地方 让你自信爆棚了是吗 居然还打玄圆山的主意 叶少阳望着他 冷冷地说道 你最好能活到那一天 少不了你的份 一边招呼毕竟做法 腾起了波浪 将这些生灵接下来 泡沫破碎之后 这些生灵又重新落在了水里 感受着阴阳刚风 一个个疼得死去活来 叶少阳看在眼里 心中很惭愧 冲他们说道 连累各位了 其实你们可以骂我的 我并不生气 那蜘蛛精疼地献出了本尊 八条腿一起大颤 去咬着牙说道 叶天师 这是哪里的话呀 本来这一切都是法术工会干的 你唤醒了我们 要带我们离开 我们怎能忘恩负义 之前念咒 已是铸成大错 再让我们骂你 那我们是什么了 就算今天活下去了 将来也不配再做人了 好 小马一巴掌 打在了蜘蛛精脑袋上 却用力过猛 把他拍到了水里 急忙又捞出来 放在连椅上 激动地说道 你这个妖怪很讲义气啊 你以后就是我 白云城主的兄弟了 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 对 还有你们呢 以后大家都是兄弟 大伙也深受鼓舞 为自己的选择感到了骄傲 但就在这时 阴阳刚风更加强烈 波涛也汹涌澎湃起来 连碧青也支撑不住了 只能勉强地用连椅护住他们 但是作用不大 而且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消耗 他的修为也耗费了不少 愈发感到了吃力 四位请继续念咒 隐媚客气地请求了一声 法阵都关闭了 他们也做出了选择 还念什么 几个盘古僧也很是不爽 你们念咒 让叶绍阳跟着念 听见的人都很诧异地看着他 小马却冷哼了一声 又疯了一个 怎么都是疯子 叶绍阳的心中却咯噔一下 果然 隐媚交代完之后 转头望着叶绍阳缓缓地说道 叶绍阳 你知道你为什么 有活下来的机会 如果当时我想杀你 你早就死了 你认吗 我认 叶绍阳回答得很干脆 他早就猜到了 自己之所以没死 不可能是因为星月奴的闭关 没人下达命令的缘故 肯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我不杀你 有两个原因 营媚与其平静地跟叶绍阳解释 第一 我们想要山海印 你死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叶绍阳点了点头 第二 可能你猜不到 因为你是天选之子 应急而生 叶绍阳皱起了眉头 深吸了一口气说 你们也相信这个 至少三阶之内 所有势力都相信 法术公会想要的是接管人间法术节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们是希望带改造人间 带领人间法术节平安度过天界 不然 我 秦长风 还有这几位师父 为什么要帮助法术公会 几个盘古僧听了这话 沉默不语 叶绍阳冷笑道 别说的这么高大上 你们干的坏事也不少 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 但这私心是建立在法术公会 能一统人间的基础上 你是封都大帝选中的应劫之人 杀了你 阴司那边也没法交代 其余的势力 也会因此而攻击我们 就算我们守住风声 没了你 天界之时三界大乱 到时候 咬一个破碎的人间 又有什么用 这番话听上去推心之福 反正让叶绍阳争住了 缓缓地摇头说 不 之前京长风和星月奴 都是想杀我的 还有你 他们一直不相信 你是应劫之人 最近 他们相信了 我从来没想杀你 只想擒住你 给你洗脑 让你加入我们这边 叶绍阳呵呵了两声回应 你说完了没有 你说完了 我倒是要问你一个问题 现在我被你困住了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么一大堆 总不会是良心发现了吧 叶绍阳 不到最后一步 我依然不想杀你 我说了这么多 是想要告诉你 只要你做一件事 一切过去的恩怨 一笔勾销 你知道是什么 跟着念咒吧 对那四个盘古僧使着个颜色 在神识中吩咐了几句 四人开始念咒 却不是之前的咒语 而是接引咒 传闻是当年准提道人 在人间接引恶人用的 一旦跟着念咒 自身一切业上消失 就跟着准提走了 后来这一段接引咒 就成了南传佛门 为刚入门的弟子 剃度时候念的经 这时候念接引咒 意义再明显不过了 哼 小爷子 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疯了 让你念咒 你难道就跟着念呢 一转头看到叶绍阳 就是脸色惨白 忙问他怎么回事 叶绍阳咬起了牙关 吐出了四个字 杀人诛心 影妹并没有威胁他 但是他说了这么多 叶绍阳早就听明白了 自己而今最大的软肋 就是身边这些人 这些先背叛了自己 关键时刻又能选择 站在自己这边的诸多生灵